本日出場 0秒出手 奔逃復叉 壓操的Buzzor Peter 陳建恩 陳建恩真的是太可怕了 即是這樣的最後拆炸彈 他都有辦法把球送進來頭 壓操進球 未知決勝 大家好 我是台北達星的 公關組長劉宥宜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可以在這支冠軍球隊上班 其實我要講 連我自己都非常意外 為什麼我能在這邊上班 是大概很久以前在 那時候SBO在白館打的時候 那時候我都是透過後援會去買票 其實我看到那時候 看後援會都要搬東西 都是女生 然後他就有一天 他們人手不夠 球隊的經理請我留下來幫忙 然後後來就再也沒有走過了 就繼續留在這兒 籃球在台灣是非常受歡迎的運動 許多熱愛籃球的朋友 只要一有空 就抱著籃球往球場跑 或是到比賽現場 體驗球賽的張力 而如果能將興趣與工作結合 更是再夢幻也不過了 在SBO當中 就是有這麼幸運的一群人 除了自己熱愛籃球 平常的工作 也是為籃球奉獻心力 究竟這份球迷眼中的夢幻工作 如何取得 今天就讓打新籃球隊的公關組長 劉宥一來告訴你 好 其實大家應該會蠻好奇 達新籃球隊上班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其實他剛開始來球隊 就是後援會的部分 那時候還要把加油棒 然後收加油棒 然後搬商品出來賣 總要重點還要喊大聲鼓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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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達新高校 達新高校 達新高校 三 七 六 五 就其實大概兩季吧 我大概有兩季沒什麼在喊 然後這一季又重新回來自己喊 感覺 其實就感覺跟球迷一起看球賽這樣 融入大家 所以 我還蠻開心 這一季可以繼續回來喊大聲鼓這樣 那時候剛來啊 我記得印象第一次有超深刻進球場 然後那時候田蕾在投籃 田蕾就說 幫我撿球 我就幫他撿了大概半個小時的球 我那時候好高興 當時啊 可是後來現在覺得也還好 辛苦喔 其實都很辛苦耶 因為基本上要24小時待命 還蠻累的 讓我們上去韓國打比賽啊 那洗衣服超級困難 就是你可能要坐計程車到二三十分鐘遠的地方洗 而且球員的衣服都很多 除了比賽的衣服 還有他身上的衣服 還有練球的衣服 所以我去洗衣服的時候 可能一個人就扛個三四袋吧 那時候我背了三四袋 我一上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司機就劈啪對我講了一大堆 我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說 你去哪兒投衣服 或是你去買衣服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他一直用那種 很... 這種疑惑的眼神看著我 雖然這份工作 並不是那麼的輕鬆 需要二十四小時待命 但也因為每天都跟著球隊行動 因此跟隊上的球員們 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依 我跟你講這支球隊 最好不要問任何球員意見 因為講的都是不怎麼樣的內容 就講說要做公益好了 然後他們說我們是要去哪兒做 他們說要去新加坡 去馬來西亞 不然去阿富汗啊 這種之類的 這怎麼可能嘛 就是以後 其實你們在球場旁邊 你們可以注意看他們 所以他們講的那個對話內容 根本就不能停 周宇翔 他超愛改某鍋車跟汽車 他的興趣就在這邊 上次我們去新竹 那時候快遲到了 好像一點的活動吧 然後我們十二點二十分才出發 然後還找到耶 中間他還下交流道買飲料 周宇翔說他最大的願望 除了改車之外 就是開救護車 他也希望他以後不打球之後 看你哪個醫院或公家團體 可以併他去開救護車 他是最後的希望 就是認真的 因為我們上次回來的時候 我有跟以翔說 我講到這一段 然後我們就說 上次不是說救護車那段 你沒講喔 我說忘了講 那今天特別在球場啊 就再跟大家說一次 他的願望是開救護車 他說你是他好朋友 不是 我不認識他 他很澀 這沒用吧 其實每次有做活動 都會碰到 像時候去飯店他的經理 或是業務啊 因為有時候不太那麼方便 你用電話聊 就說你有沒有LINE 或是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就要打LINE了 對 那這也是工作上會聯絡啦 不過說實在話 你記得真的是 沒有什麼壞習慣 就很愛洗車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禮拜都要洗車 一兩個禮拜就要洗車 就是瘋狂 都自己用手洗喔 都不花錢叫 就叫人家洗喔 達星其實是個不錯的地方 我們進來這個工作 都要非常感謝領隊 還有很照顧我的經理 其實我都好好謝謝他們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是歡迎各位來球隊來試看看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邊有達星的電話 對 然後關網 你可以來這邊丟履歷我看一下 那是希望找那個 因為在球場上班是五六日上班 其實是休息的時間 所以大家想來投履歷的話 好好考慮一下 下次上班喔 休禮拜一而已喔 對 其他二三四看情況 但是持住都是球隊工 對 還不錯 要是吃著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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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